Mac mini M4版一发布 外设市场炸锅了 为什么呢 因为Mac mini M4 Pro版 售价来到了1万块以下 这好多小伙伴就冲了呀 但是乞丐版搭配24G内存 512G存储 我的天 枸杞吕布这简直是 所以很久没有提倡日程的 雷电5移动硬盘盒 它终于来了 上次的赞助 麦和伦应该是非常满意 老伙计们捧得非常逮劲 然后把它马上要发布的 雷电5的硬盘盒给老张发了 拖老张让老伙计们开开眼 给咱们的赞助商来个特写 麦和伦 雷电5 特性就是超高速的80Gbps 带内置风扇 英特尔的9480芯片 最大支持8T硬盘 雷电5的设备 这个兼容性是个很大的问题 你看人家麦和伦做事啊 不支持雷电3模式 也就是不支持纯雷电3的Windows设备 不支持USB的低端模式 支持雷电4 雷力4 USB4 雷力5 和雷电5 但是其实啊 它也是支持苹果的雷力3的啊 说明书 扔 摄影师都知道主动往后退了啊 硬盘盒 主体 自带了一个硅胶套 跟那个法国有个存储品牌 叫莱西 当时叫莱西 我不知道现在叫什么 我特别喜欢它的设备 就是全部都带一个这个防震的硅胶套 CNC 铝合金 这是雷电5的接口 双向 进风 这是它的散热风扇 也是轴流式风扇 不是很大啊 甚至比很多 USB4的那个移动硬盘盒 还要小 便携式布袋 散热硅胶贴纸 雷电5的数据线 这根线 价值150块 哇塞 还给了一个随心换的灰色硅胶套 你可以自己换颜色 螺丝刀 这个目前呢 还是属于高丸专属啊 因为支持雷电5的设备非常的少 咱们以苹果为例 苹果的M4 Pro芯片和M4 Max芯片 包括未来要发布的M4 Ultra芯片 都支持雷电5 但是老伙计们前一段买的 乞丐版的M4的Mac mini 乞丐版的M4的MacBook Air 其实是只支持雷电4的 我都捅用雷电了 你什么雷利 你自己 雷电4的设备不是不能用啊 只是说发挥不出最大性能 有点浪费 雷电5协议中兼容的PCIE协议是PCIE4乘以4 也就是最大支持到64Gbps的硬盘带宽 理论测试速度到峰值是6500大兆币每秒 支持雷电5发挥最好的硬盘是三星990 Pro 上一次大家问说麦赫伦的那个雷电4的风扇噪音搭不搭 这是我遇到过声音最小的雷电硬盘盒 散热天7000多兆 这可是发热大火 盖板捅它 老张也没有见识过它的真实的性能 咱们插电 不需要外接供电 Mac已经弹出来了 麦合伦 Thunderbolt 5 SSD连接 允许 我们来看看它的系统信息 它的带宽是16G乘以4 也就是刚才说的PCIE4.0乘以4的协议 这是雷电5的特征之一 然后咱们来看雷利接口 Thunderbolt 5 SSD 供应商8087 这英特尔自己的 最高带宽120G 它的叫可变带宽120G 它的对等数据传输带宽是80乘以2 也就是160G 好分 来 注意老张这个机器是M4 Pro 耶 轻松 7000兆 几乎跑满这块硬盘 写入6600兆 M4 Pro的苹果粉们 如果你们升级了雷电5 秒杀苹果金子硬盘 现在摸起来 我先给大家下个结论 它是凉的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离谱 就是 就是越先进的东西 它反而把热度降下来了 现在已经是测试了10分钟之后 连续读写 这是它的最疯狂的一个状态 最高温度 31.9度 背面接触SSD的这一面 最高温度 33.9度 34度 着实震撼到老张了 这玩意儿简直 就是给咱们高碗准备 就是拥有成本不是太低 那也比苹果的金子便宜 那倒是